西方人都是穷贵 私有之下每人只有一份死工资 而中国人除了工资外 从土地矿仙到银行 你都有一份 因为我们是公有之马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是富人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就上到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一看 你就会明白 祖国的富饶和山 你是股东 你是家人 环球网说中国四年对外援助六万亿 反贼们挑拨离间 说什么宁与外邦 不与家奴 简直胡说八道 我们每年一万亿的维稳费 不全都用在大家身上了吗 可见你们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